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POP最正点 我们今天这个小时的POP最正点 我们来聊聊两性话题好了 延续这几个月以来 隐居新闻当中 当然就是很多人会茶余饭后去讨论 这个所谓的外遇事件 从许志安到阿翔 那当然就是 在演艺圈会发生这种事情 其实在不同的领域也会有这样的事情 好 那我们今天访问到的这个最正点来宾是 资商心理师林翠芬老师 老师早安 哈喽 各位天爱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早安 好的 那当然就是 我们要以一种不是看热闹的心情 我们是要来这个 好好的讨论一下 夫妻或是两性关系 到底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那如果真的碰到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 那先请老师来讲一下好了 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 天哪 郑秀文跟许志安 他们不是在一起一辈子了吗 对不对 从那么年轻到现在都在一起 那为什么许志安会做出这一种事情 对郑秀文 那如果讲到阿翔的话 阿翔老婆这么漂亮 又有三个小孩这么小 那以一个资商心理师 你怎么看这种事情 我会觉得大家对外遇有很多迷失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 他们一定是感情不好才会有外遇 因为我们以前看的那个很多什么戏剧啊 各种 他都会告诉你说我们感情不好 我跟我的另一半谈不来啊 我们几乎已经都没有性生活了 可是其实我后来慢慢的发现了 其实有很多外遇的一个状况 通常发现的时候 另一半都是很震惊的 因为他们感情很好 他们各方面亲密关系啊 各个方面都非常的契合 或者是说你真的会想不通 他何以会出轨 然后他出轨之后也是痛哭流涕 然后也是非常懊恼 然后会觉得自己是一时不察 或一时不小心 我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我发现外遇的时候 人类的心理是有一种微妙的转变 我举个例子来说 很多外遇的人他不觉得自己有外遇 他也不觉得自己要抛弃自己的家庭了 那我最常听到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就说我没有外遇 可是你明明就跟对方在一起 他说我没有主动 是他主动的 我后来发现 这是外遇的人啊 如果是对方主动 而不是他自己主动的 那他们就会得到一个 有一点像是 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救赎吗 还是降低罪恶感 他就会觉得不是我主动的 那可是对方来说 主动跟不主动不是那么重要 而是关系有没有发展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说关系有没有发展到 就是你们可能已经有越轨啦 有亲密关系啦等等之类的 都是对方主动 你觉得你看起来像是这样的 我觉得有可能 而且这样比较容易降低 他内心的罪恶感 所以他只要说 我没有是他主动的 然后很多时候他们就会觉得 如果是他主动的 那我是被动的 所以我并没有发动任何攻势 所以我就不算是有外遇 因为外遇好像是要我主动我才算 所以我后来发现 慢慢的有感觉到啦 就是说很多人在外遇的过程当中 他其实是只要降低那个罪恶感 那其实就可以持续的发展 就是我们所谓的亲密的关系 他的外遇的关系 但是因为如果说 以这个最近演艺圈的两个 这种案例来看的话 就是对他们的事业 对他们的这种未来的发展 一定会有很大的影响嘛 因为他是公众人物嘛 就说你公众人物 你知道你的价值在于 民众对你的观感 跟这个你未来的机会当中 如果民众不喜欢你 或是你负贫太大的话 当然这是你工作的一环嘛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会没有想到这个呢 你觉得 即便对方是主动的 我觉得 在外遇这件事情当中啊 你还记得吗 非常非常久以前 曾经克林顿总统 在那么强大的压力下 依然还是会有其他的那个亲密关系的发展 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强大的压力啊 就是他外遇的最主要的原因 这个大家会觉得很难理解 可是因为男生的那个 尤其是男性 男性的疏解压力的方式 跟女性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 男生常常借由一些性的管道啦 或者是说一些 他觉得更大的压力 去疏解前面的压力 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啦 有些人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疏解压力的方式 他是透过一些亲密关系啦 或是做一些他觉得很刺激的活动 去疏解他事业上的压力 或是他生活当中的压力 那像我们就会觉得 这这么强大的压力 一般人应该会觉得 你只要想到你后面要面临的 你就不会去发展前面的那样的关系吧 但是有些时候 我们在高压力的状况下 反而会去做一些挺而走险的事 他可能会觉得是一种抒压 或是一种刺激吗 是 这种在心理上是很微妙的 可是为什么会没有想到说 会被发现啊 因为再怎么样都摆密或一书 但是我觉得刺激的需求 大于他内心的害怕或是恐惧 被发现 而且我觉得后来发现 我们人类在这样的状况下 他常会觉得他不会被发现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 这怎么会不会被发现 但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应该不会吧 而且我后来发现 有些时候啦 不同的性别 对于外遇这件事是有不同的 就是你的哥们跟姐妹淘 其实会有不同的阴影的方法 我后来在做智商的过程中发现其实还蛮多 哥们其实会我们可以说 Cover他的 Cover他兄弟 就是我可以Cover你 反正你做这事情 反正我无所谓 但是我可以Cover你 这是要就是什么 兄弟情吗 甚至于他不是觉得他做这无所谓 而是说 你如果 我们大家都 可能比如说像很多人 他会觉得 A也有 带的也不是太太 B也带的也不是太太 C带的也不是太太 他们出去带的都不是太太 所以他们就会觉得我们大家都一样 所以一点罪恶感都没有 所以我其实在做智商的过程 也很常听到第二句话 刚刚是说 我不是我主动的 第二句很常听到是 大家都这样 他会开始原理说 那个谁谁也这样 那个谁谁也这样 那个谁也有这样 不是只有我 那有些时候我们就逢场作戏一下 那就是我不是真心的 对 但是他们都没有不爱老婆吗 没有不爱老婆 都很爱老婆 也很爱家庭 然后对家庭也是尽心尽力 所以有些时候 我觉得在这样的状况下 才会让老婆崩溃啊 因为他如果平常就是一副 不是好爸爸 不是好先生 然后对家庭根本就不吻不吻 那你就会觉得他做出这样的行为 就理所当然 因为他就是一个不负责任 可是很多很多外遇的人 他们其实是非常开放 然后温柔体贴斯文 然后对太太非常的好 然后对小孩很开明 跟小孩打成一片 其实我遇到还蛮多是这样的 那如果说是 以最近这两个案例来看的话 女方最后都选择原谅 女方最后都选择原谅 那个比例有这么高吗 高 我其实如果说 十对 我觉得几乎九对半都会回来 真的啊 但是那个前提是 这个老公并没有不爱老婆是不是 还是说这个前提里面 也可以包含 其实我们两个也没什么感谢 可是我可能因为 孩子 可能因为面子 可能因为等点点继续在一起 我比较少遇到 因为会来做智商 我比较少遇到说 他已经想要撤离了 双方都想要撤离 那大概就会撤离 就是因为他想要挽救 对 大部分会来做心理智商 尤其我们做处理外遇的这部分 通常做的都是夫妻智商 伴侣智商 很少只做单方面一边 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做双边 所以一般来说会来做心理智商 都是希望双方可以重建信任 可以修复关系 可以继续走下去 所以大部分都是有事情发生之后 才会去智商吗 还是说他们觉得他们彼此的感情 已经开始有点疏离 开始有点问题 他就会去智商 哪个比例比较高 我觉得这两个都有 但如果你问我哪一个比例比较高的话 那当然是已经发生外遇了 来做智商的比例比较高 因为有些时候 我自己做心理智商 我常会觉得 通常人们都是会在最痛苦的状况下 然后才会寻求心理专业的协助 如果我们还没有痛到那样的程度 我们都可能会觉得 好像还不需要 所以有时候 我自己在做智商的时候 我常常看很多couple 都会心里有一个暗暗的感触 也会希望可以协助他们 就是说 如果他们可以早点来 不知道有多好 因为他们其实有很多 的确啦 也是在婚姻的过程当中 出现一些状况了 可是婚姻的满意度 你不一定会觉得你出了状况 因为有一方 可能满意度很高 但另外一方可能满意度很低 所以你只是不知道说 他其实已经 对你很不满了 他其实已经有一些不满 在心里酝酿了 但是你并不晓得 所以你一直会以为 我们都还好好的 其实有很多不好的东西 已经在里面了 好 所以怎么样你可以去发觉说 另外一半可能 他内心有点事 然后你们两个可以共同去 面对问题 朝着这个好的方向走 我想这个是每一对夫妻都要学习的 但是真的是不容易 因为每天生活实在是 残米油盐 生活的压力太多了 但是这就是需要像 崔芬老师这样子的 专业的心理智商师 要来告诉我们说 怎么样我们可以让夫妻关系更好 那当然面对所谓的外遇的事件 这个伤一定是在的 那如果说女方选择原谅男方的话 通常这种婚姻继续存续下去的比例高吗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请教林翠芬老师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点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 林翠芬资商心理师来聊聊 你所不知道的外遇捐项 我们当然听到这个外遇 就会觉得说 哇好可怕 这是不是两方关系的 永远的决裂 但是我们看到很多例子 其实也有修复的可能性 只是说我们应该是 要预防这件事情发生的可能性 这样应该是对彼此的关系 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疙瘩吧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崔芬老师 我们怎么观察 我们跟伴侣关系 可能开始出现一些问题 然后我们怎么样去 尽量避免这一种 有外遇的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有可能有办法察觉吗 有有有 非常有可能 只要有三个字 越来越 因为我后来自己观察 通常外遇的发生 都有越来越这三个字 越来越 比如说肢体接触越来越少 或者是说双方的互动 常常谈的都只有 没有谈心 都在谈家事 都在谈小孩 都在谈一些 让我们觉得有压力的事 那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说 回家跟另一半谈事情 都是在谈一些会感觉到有压力 比如说小孩怎么了 然后家里什么又缺什么 或是什么坏掉 你要去修 或是家里少了什么 你要去买 所以久而久之双方的谈话之后 没有愉悦的 没有正向的 没有那种贴心的 没有那种感觉 很温馨的感觉 都是在聊一些 家庭的柴米油盐 酱醋茶 都是在聊一些 有压力的事物 所以如果说 家庭后来聊天 都只是剩下那种 不要责任的 你要做什么的 我要做什么的 那有时候你就会发现 这样都没有情感的流动 其实我后来发现 夫妻之间 非常非常需要情感的流动 你不管在什么样的状况下 我们还是需要 有情感的流动那样子 情感的流动的意思 因为有些听众朋友 不太明了 想说什么叫情感的流动 我们每天就是生活在一起 就很习惯 如果说像我遇到很多夫妻 虽然生活在一起 但在一起的时候 都各做各的事 比如说一个看电视 一个打手机 然后或者是说 一个滑手机 一个追剧 是在一起没有错 是在一个屋檐下没有错 可是没有流动 没有互动 那个流动就是说 你们要彼此的交谈 彼此聊一些 可能比较心底的 可是有些男生 跟我们不知道 怎么聊心底话 但我觉得 如果说有一些心底的话 没有说出来 这最后就会出状况 那的确啦 我有遇过 就是说 有些男性 不善于言辞 或是他原来就不善于 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但是很奇妙 他会去跟外遇的对象说 他觉得他是最了解我的 你要怎么说呢 这个我也很常遇到 那是因为我们老婆让老公 不想跟我们讲话吗 所以我就说越来越 因为当他越来越觉得说 跟你讲也没用 跟你讲会被骂 还是说我们老婆都太凶了 我觉得也许我们结婚以后啦 现实的考量会比较多一点 或者会着急 会担心他 所以有些时候 我觉得比较不会去照顾他的感受 比较会去就是注重 比如说 他跟你讲一个心事 那我们是当然会希望 他好过一点 所以我会跟大家分享 如果他跟你讲一个 他烦恼的事 他也说 那这的确很烦恼你 那你觉得我可以做什么 或者是说 那那个烦恼 我就听一听他讲 那如果说 那你这烦恼你要怎么解决啊 或者是说 你烦这些也没有用 你就不要烦了 那他以后就不会告诉你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 想要去化解对方心事的方法 不要画句点 不要让对方觉得说 这个男生女生都一样啦 常会跟对方说 你就不要想太多 你不要钻牛角尖 这个没什么啦 那你就怎样怎样就好啦 你就不要理他就好啦 如果他可以做到这一些 他就不会苦恼了 所以反而就是你听他说 我反而比较重要 因为我这边也会跟大家说 大家就觉得 那他就不爱讲啊 我有什么办法呢 可是他就会去跟别人讲啊 所以你真的千万不要觉得你 我遇过很多太太都觉得 先本身就是一个不爱讲心事的人 或他就不爱讲话 可是你就会发现 有些时候他在某一些状况下 他还是有一些心情 他还是有一些 就是想跟别人讲的话 但这个人因为习惯不讲 所以反而有一个人 很主动去关怀他 很主动去跟他聊天 很主动 反而也不知道他的个性 是一个不爱讲的人 就没有这个概念 有没有 他就会知道说 他的个性是怎样 他的毛在哪里 他的点在哪里 我不要去碰 可是如果你遇到一个人 根本就不知道 他的点在哪里 也不知道他是一个不爱讲的人 他就超主动的 然后超温暖的 然后超贴心的 一起去跟他聊天 因为他不知道 他又不爱讲话 反而后来他就觉得 这个人好了解我 这个人对我好关怀 然后这时候 你何以会知道 那个时刻 那个点 他突然需要人家关怀 他突然有些话想说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 我们当 我们跟一个人很熟悉 你很知道他的模式 你很知道他的个性 你很知道他的性情跟脾气之后 你常常我觉得也会被约束了 你就会说 他就是这样 那我现在就安静 不要去吵他 万一有一个人非常主动 去关怀他 那其实就可能会 一个不小心 就会擦枪走火 会引爆一段情感的发展 因为刚才最初的时候 我有请教崔芬老师说 如果说一对这个夫妻 他感情并没有说不好 或是说不是不爱对方 可是为什么还会有 外遇事件发生 那这个部分是因为 男生抵抗不了主动的女生吗 我觉得还蛮多人 抵抗不了主动的女生 那女生可以抵抗得住 主动的男生吗 其实如果有一个人啊 他就在你的周遭 然后不断的来关怀你 譬如说你那时候很闷 他不断的来逗你开心 我都觉得那个情感 有可能会被拉走 所以到底可不可以有 所以你会发现 我真的觉得 我遇到大部分的外遇 都是你周遭的人 很少很少的外遇 是跋山涉水 你要专程去约会 都是在你周遭的人 都是在你周遭的人 所以周遭的人 最危险 他如果对你献殷勤的话 基本上聪明一点 应该是要阻挡 这一个关系的发生 或变质吗 我觉得很难阻挡 就是在这里 因为他们就是亲近 每天接触 所以那个熟悉感 会越来越强 所以其实有些时候 夫妻相处 就像我们谈恋爱 如果说我跟你很熟悉 越来越熟悉 那无形当中 你就会跟这个人 相处很自在 越来越想见到他 有心是第一个会想到 会跟他聊 那原本这个扮演的对象 是另一半 但有可能你们在工作的 或者是在生活的过程中 这个越来越熟悉 在你身边出现的人 有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可能就不是太太或先生了 就有可能譬如说 每天跟他相处的 所以为什么办公室恋情 很常发生 外遇也很常发生 在工作的场域中 工作的场域中 很有意思 不一定是同事 有可能是你 常常常常常 遇到的客户 有可能是你 常常常常常 接触的伙伴 有可能是你 常常互动的对象 所以他在工作场域中 发生的比例 真的真的非常的高 我还看过一个研究报告 很有趣呢 他就说 其实这世界当中 发生外遇的比例 真的台湾不是最多的 我们都会觉得 台湾很多 但其实发生最多的 在我们亚洲 很多地方发生的 都很高 比例都很高 那你就会发现 大部分都还是发生 在工作的场域 是最多的 而且第一名是谁呢 主管 如果说 你在工作的过程中 有一个主管 对你嘘寒问暖 非常关怀你 然后常常你有需要的时候 他就会适时的协助你 这种外遇 当然比较有可能发展的是 女生 比如说 那个男生是主管 带他已婚 然后他常常去关怀 他的同事 下属 然后很温暖 很贴心 他不会的时候教导他 就非常非常容易 让下属崇拜他 另外我自己觉得 外遇还有一个 发生的可能性 就是你的太太 或是你的先生 你常常看这个人 甚至于 越小在一起的人 越容易发生 就是我们学生时代 就认识了 我们一路以来 一直谈恋爱到现在 然后他以前怎么样 后来怎么样 我都清清楚楚的 那这种有一点危险 危险在于 你对于你的另一半 没有崇拜的眼神 可是 当他的事业 越来越飞黄腾达 他开始越来越优秀 然后他开始 在某一个领域 发光发热的时候 他周遭的人 全部的属下 都是那种 头以崇拜的眼神 哇好厉害哦 哇 怎么对我这么好 哇 怎么教我这么多 好博学多文哦 我真的觉得你好厉害 这些话 你从小看他长大 你就觉得他还好吧 有那么厉害吗 所以 男人还是需要 被崇拜 跟被尊重的 需要 那女人呢 需要的是什么 为什么女人会 已婚之后 还 外遇 这个比例现在高吗 高 女生外遇的比例 其实我觉得并不低 当然男性还是不要 呃 为主 但女生的比例 也是越来越高的 并不是像大家想的 女生全部都是非常 呃 在家相夫缴职 他们会去做资商吗 会会 女生 外遇来做资商的比例 比男生高多了 男生通常都是来做 夫妻资商 他们都想要挽回婚姻 可是女生 他自己外遇的话 他会在当下的时候 他会自己来做资商 因为他会有很多情绪的冲突 嗯 好 我们这个要好好的探究下去 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 林翠芬心理资商师 来聊聊你所不知道的外遇真相 马上回来哦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刚才林翠芬老师有提到说 其实 呃 女生外遇 在现代社会当中 也 不是特例 呃 但是比较特别的是 在呃 已婚的女生 在外遇当下 他会想要得到一些协助是不是 我觉得女生外遇跟男生外遇 很不一样 嗯 男生通常会是呃 激情 激发的 呃 男生外遇还蛮多 我自己看到 譬如说 呃 是一个中年危机 他想要享受那种青春的感觉 有可能 那女生外遇 很多都是情感的需求 就譬如说 他在情感当中 对方忽略他的感受 然后呃 或者是他觉得呃 他感觉不到自己 在另外一半眼中 是有魅力的 男生外遇 男生很需要被崇拜 女生需要感觉自己有魅力 有人爱 是被关心的 是被呵护的 那有些时候 我也觉得啦 通常男生进入婚姻关系当中 他的注意力就会转移 不是他不爱你了 而是他注意力 可能转移到充斥事业 转移到那个优先顺序 那个人生的优先排序 他会把事业排在很前面 嗯 所以呃 有些时候 太太的心情啊 他就觉得说 啊 你自己去消化消化吧 嗯嗯 你找你的姐妹套聊聊吧 你不要来烦我就好了 嗯 然后或者是说 当太太需要被呵护 或被关怀的时候 他就说你想买什么东西 你就去买吧 呵呵呵 你喜欢什么你就去吧 然后呃 或者你想要旅行 啊就跟你的姐妹套去啊 那久而久之 他就会觉得我的感受 没有被照顾到啊 或者都没有人陪我啊 你都好忙哦 你都去忙你自己的事 也没时间陪我 那种很孤单的感觉 被冷落的感觉 或者是说 那个不被在意的感觉 被忽略的感觉 这个就很容易 让女性外遇了 如果这时候 他身边出现了一个 哇 对他嘘寒问暖 吃了吗 冷吗 我那天看到你咳嗽两声还好吗 哇 然后可能会看说 诶 我那天发现 你好像都闷闷的没讲话 是有什么状况吗 哇 这么关注他 他每一个细节 都有注意到 那女生就会觉得 哇哦 我的情感需求 可能有被满足到 嗯 啊 那可是这时候 应该要踩刹车了吧 你都已经咳到快死了 你在你家里 他都说 哦 你去看一下 自己去看一下医生 那人家是 才咳两声 人家马上就关注 他那个 感觉到被关怀 然后那个被贴心 或者那个被关照 然后 然后马上说 那我陪你去 你这样不行哦 我要陪你去看医生哦 你要照顾你自己哦 你这样我会 觉得 不放心哦 你不照顾你自己 我会生气哦 哇 但通常一个已婚的女生 如果碰到这种 柔情的 公式 那对方一定知道 你已婚嘛 可是他还是这么的关心 你一定是有鬼啊 有些时候 我觉得那个 情感的发展啊 有时候也很微妙 自然而然的 有时候也很微妙 就是说 虽然对方知道 你已婚 但是 有时候啦 心不自禁 就想要关心你 对 哦 我的天啊 可是通常像 我自己 或是我老公 我们通常就是 蛮自律的 就是如果有对方 想要放什么电给我们 我们通常就会 就会很自律的 就会 就会把这件事情 赶快就是 不要再有任何发生的机会 其实我会跟 呃 大家来分享 就是说 大部分有外遇的人 大家不要觉得 他们都不自律 他们也很自律 但是就是说 我刚刚有特别提到 因为他有环境的因素 就是譬如说 他们常常见面 常常互动 常常在一起 你可能自律了 譬如说 三年 哦 终于在一刻 某一个 你溃堤 你脆弱 你 哦 天哪 很那个 心情低落的状况下 可能真的我觉得啦 有可能就是趁虚而入 大家不要觉得 他们一开始 都没有克制 然后都没有觉得说 这样不对 呃 都没有那个界限 并不是的 其实我遇到很多 他们一开始 也是知道这样不行 然后 也都没有发展 但是 那个环境的接近性 让他们 因为常常相处 常常相处 常常相处 那前半段 都是克制的 都是克制的 可能会在 某一个情形下 因为后来我发现 很多外遇的行程 他们都是认识 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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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会在某一个点 像 呃 其中 我觉得那个 他们也是认识 很久很久 那可能会在一个 比较脆弱 或者是说 呃 最近觉得 很烦躁 或者最近觉得 生活很无趣 或者是说 呃 其实男生跟女生啊 呃 在夫妻生活中 都会有心理的 一个转折 那常常我们在 另一半都会忽略 他心理的转折 但这个转折 反而容易被谁 呃 捕捉到呢 而且把握这个机会呢 就是他跟他一起工作的人 嗯 因为呃 他才知道说 呃 他工作的时候 遇到那个挫折 好大 或是他才知道说 呃 他工作的时候 有一个成就 是多么的大 多么的不容易 这些话没有办法对 另外一半说 嗯 他会觉得 我遇到挫折 跟你讲 你也听不懂 或是回来跟你讲 没用 或是我的荣耀 我的光荣 你也不清楚说 这多么的不容易 嗯 你就会说 哦 这样哦 嗯 很好很好 但你不知道说 那个历程 所以为什么 有那么多的外遇 都是革命情感 哦 因为只有他懂 革命情感 就是你懂我 只有他懂 你的另一半不懂 那这样子 你不知道我这一路以来 遇到哪一些风雨 那这样子 觉得好多的 好多的陷阱都在身边哦 怎么办呢 就是说 呃 就像崔芬老师所说 因为 资商的朋友 崔芬老师看过很多 所以你 你不会去苛责他 是不是 嗯 不会 我真的觉得 嗯 但是我主要是要会看说 他们现在遇到了什么状况 那 那个心理上 要怎么去抚慰 或者是说 呃 要怎么去修复 嗯 嗯 因为有些时候 我觉得啦 就是 情感会有不同的状态 那你说他们对太太 或是对另一半 或是呃 太太对先 一点点 愧疚的感觉 都没有 其实是有的 所以他可能会用 呃 一些方法 让他自己觉得 好过一点 呃 平衡一点 然后 所以其实很多外遇的人 都对太太 或是对另一半 非常的好 因为那就是他平衡 自己的方法 嗯 那太太呢 像你刚刚提到说 女生如果在外遇当下 她会主动去找 心理智商师去 聊一聊的 他们主要是 想要得到什么帮助 我觉得 他们想要脱离 那个关系吗 我觉得通常太太都是痛苦的 嗯 痛苦的 因为她在这样的一个关系下 她对先有很多愧疚感 然后呃 她会有很多矛盾的心情 因为呃 女生有些时候 比如说呃 在呃 性 亲密的这个部分 嗯 如果她跟一方是非常好的 大部分啦 我遇到大部分的女性 嗯 比较没有办法再跟另外一方 嗯 呃 也水乳交柔 嗯 嗯 但男性可以的 男性可能比如说跟外遇的对象 在性的这个部分 水乳交柔 嗯 也还是可以跟太太 嗯 就是 很甜蜜的 很甜蜜的 很契合的 对也很契合的 嗯 但女性比较不容易 所以有些时候 她们在这种身心的这种拉扯上 是很大的 嗯 所以她们没有办法 呃 就是 同时呃 就是经营两个感情 但女性在这个当中的冲突 会比男性大很多 很多男生 你会发现 他们在外遇的过程中 他们说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放 就是要放掉家 嗯 不要这个家 我 我这个对我是很重要的 我不会不要他 我不会不要家 那所以她可以两边经营 你会很常听到 男生是两边都想要 两边都想保有 嗯 他不想放掉另外一边 可是女生没有办法 女生在这个过程中 我发现 女生的痛苦指数 是比男生高很多的 嗯 她们比较没有办法 享受其人之福 嗯 她们就会在里面 是有非常多痛苦的 折磨的 或者是自责的 或者是说 会对自己 有很多不好的观感的 嗯 那这个部分 我觉得还是 呃 跟呃 男性是比较不一样 还有就是如果说 呃 外遇 呃 你是摆当在两边 有一个啊 你要怎么样兼顾 呃 你自己的家庭 嗯 那如果有孩子的话 对孩子也会有很多的 呃 愧疚的感觉 或者不安的感觉 焦虑的感觉 所以 我觉得女性外遇的话 相对上 我接收到的 那个情绪的震荡 自责 罪恶感 然后呃 拉扯 嗯 就很大 那如果说呃 真的被你的另外一半发现了 呃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最近案例都是老婆原谅老公嘛 那以你接触到的个案来说 如果是老婆外遇 老公会原谅老婆的几率是如何 我觉得也不低耶 也不低啊 嗯 也没有像大家想的 哦 老公一定不能戴绿帽 一定会立刻翻脸走人 因为我觉得进入家庭之后啦 我们的考量会不一样 嗯 然后呃 当然我也看过非常多 呃 老公绝对是不原谅老婆的 但是相对上 老公原谅老婆的比例真的不要低 但不代表都不原谅 嗯 也还是有老公是可以接纳包容太太的 但是男生后来我发现哦 如果女性外遇被处罚的比例比男生高非常的多 他要你付出一个很大的代价 那代价有可能是什么 呃 他要你付出一大笔钱 或者是说呃 他要你呃 失去你所有的在家庭当中你可以拥有的 譬如说孩子 嗯 他会剥夺你连呃 探视孩子的权利都没有 嗯 或者是说呃 他一定要你付出一个很大很大的代价 嗯 我觉得相对上呃 外遇之后报复的心理 我觉得男生好像比女生要强很多 嗯 他会报复的不只是太太 也会报复第三者 他要他付出很高额很高额的赔偿金 嗯 嗯 好那呃 如果真的是呃发生了所谓的外遇事件 他们决定还是要继续走下去的话 其实应该后续遇到的关卡也不少 好那怎么样去度过这件事情 那当然是前提之下 我们还是觉得不要节外生殖的回应 还是比较单纯一点 哈哈哈哈 但就像老师所说的 哎呀有些事情很难说啊 好那如果说这个一对夫妻里头 不论是老公或老婆 哦 这个浪子回头了 哈 那怎么样去修复那个情感 也是要学习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好的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那请教崔芬老师 最后几个问题 就是呃 如果说在会议当中 的确是有伤痕的话 嗯 不论是哪一方呃 曾经出轨 那现在两个要继续走下去 要面对最大的问题有哪一些 面对最大的问题就是呃 通常被伤害的那一方啦 他还是会有很多创伤后压力症后群 如果说他曾经看过什么画面 看过什么简讯 看过什么讯息 看过什么mail 看过什么呃 影片 现在还很多都是影片哦 对太太的杀伤力真的太大了 那像这样的话 那些画面影片呃 讯息就会不断的呃 重复在他的脑海中播放 自动播放 而且他会映照 你曾经跟他讲过什么话 你曾经对他说过什么话 那个他会不断的逐字逐句去解读这些 每一句话 他传给对方的讯息的意涵 那像这个部分的话 对于修复关系当中 就第一个 就先要把这些东西暂停住 因为没有停 其实他就会不断的干扰他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 一定需要保证 呃 我保证不会再伤害你 可是你保证的 你说的跟做的要一致 如果你保证了之后再毁诺 重复重复的伤害 那这个伤害就更大了 其实我后来遇到蛮多都是毁诺了之后 那个伤害更大造成 因为我曾经试着信任过你一次 那你又把它破坏了 那那个杀伤力就最大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状况下的话 呃 你要不断的做爱的保证 你要不断的去说到做到 那安抚情绪 因为我刚刚有说 你一定要给他一个说的空间 跟说的管道 呃 他会不断的说 譬如说 嗯 呃 我还是最爱你 那你最爱我 你怎么会去做这种事 他一定会在这时候 或者是说像现在这样子 这样社会新闻很多 一定会连接到 那他情绪也会很低落 所以你就会不断的安抚他的情绪 然后当他有不舒服的时候 给他这个呃 空间他可以说 而不要告诉他说 事情都过了那么久 你就呃 放下 你要往前走 我们如果不能往前走 你还一直这样 那这对另一半是没有帮助的 你就是要让他说 让他疏解 嗯嗯嗯嗯嗯 而且你的行动要证明 对 就不能再一次的发生了 不能再一次 你就爱的保证 一定要说到做到 嗯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嗯嗯嗯 好 总归就是呃 夫妻的经营喔 的确是需要花时间 然后花一些心思的 那呃 怎么样可以让这个 夫妻的感情热度可以持续 老师你觉得最重点是什么 要有共同的话题 要有共同的兴趣 然后要很多时候 我会觉得我们有一起去做的事 我们好想一起去做什么 这个很重要 嗯嗯 我们一起去旅行 一起去散步 好想一起跟你去看电影 一起去做什么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嗯 所以我们今天啊 学到了几件事情 崔凡老师告诉我们 如果你跟你的另外一半 越来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要小心 越来越 但是热度也不可能永远保持 就是在热恋的时候 但是那个越来越 你是应该会有 会有一些感受 嗯 自己应该会知道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刻意 不是自然 嗯 婚姻没有自然 是要刻意经营的 嗯 嗯 所以我要刻意的去安排某一些 那不是只有你 包括对方 所以有些时候我反而觉得 经历了一个外遇事件 反而对感情是有加分帮助的 因为双方都知道 不能自自然然 每天说有时间在说 我们有时间在说 那永远没时间 嗯 你要刻意的安排才有时间 OK 好 所以经营跟有没有这个心意 啊 我想是 呃 夫妻在 呃 一辈子的相处 其实有时候觉得一辈子 真的也蛮恐怖的 哈哈 一辈子 就是说四十年五十年 你要跟这个人相处在一起 而且你们要很愉快的 相处在一起 其实还真不容易啊 好 但是就是呃 我们要去呃 好好的把它放在心里 然后怎么样去营造 那个彼此的好关系 哦 这个都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 非常谢谢崔芬老师哦 谢谢 谢谢 也祝福所有的 这个夫妻啊 在婚姻关系当中 你们都可以呃 很幸福 并且是不断的用心去经营的 哦 接下来锁定秋名 主持的POP抢先包哦 我们都是尘埃